我这次在《花兰传》这部戏当中扮演赵国的王赵丹 此赵王呢他有两面性 表面上昏庸弱智 实际上他更多的时候装疯卖傻 所有的朝政太子夺权 一切都掌握在他的鼓掌 他把这个赵王我觉得演得特别的有趣 他有时候在装傻 其实他心里和明镜里面 有一场戏我印象特别深 韩少飞是奸细 他养的那个宠物会抓那个军歌 他自己是不敢相信的 他就给自己做动作 为什么会飞走 他会自己加这些东西 像我根本都想不到这些东西 王老师其实在片场就是很照顾我的 然后每次去拍之前 王老师都会给我讲戏 告诉我细节这里这样会更好更自然 不管做什么事情 兢兢业业 不要投机提小 脚踏实地 不要蒙昏过关 他最后的结果应该就是好的 让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 我每天穿的这顿衣服实在是太沉了 所有的都是正裁实了 就是说我这件外皮 在绣娘手里边两个月 每天它就不断的不断的 光这些金银线就有多少被绣到了这个路上 可想是这个 我现在穿的这只衣服 它的重量 四十六斤 王老师是比较害羞的那种 他并不像他嘴上说的那么大胆 他是其实还蛮传统的 我觉得内心是很传统的 一分终于一分熟悉 观众肯定会在画面当中 看出许多许多跟以往的细节的伪压